大家好我是K3M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TTC的金茶V3 價錢的話跟金紅V3一樣是一顆約2.3塊 折台幣10塊多一點 台灣賣的話也是一顆大概13塊吧 金紅是線性軸,金茶當然是段落軸 外觀方面上下殼跟金紅配色一樣 橘色的三角底殼 四角卡扣固定 上蓋一樣是透明的材質 這邊刻有TTC的字樣 不過 燈位不太一樣,金紅是插件燈 金茶則是聚光鏡 怪怪理,這兩顆不是同系列嗎 軸心的話就是茶軸正常的茶核色軸心 壓力方面最大的段落壓力是55克在0.9毫米的位置 然後他還是2毫米觸發,還蠻正常的 總形成看官方壓力圖是4毫米 不過感覺跟金紅的3.8毫米總形成一樣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一個是4毫米一個3.8毫米 按起來就差不多啊,不知道是誰錯了 說不定是我 手感方面雖然說是茶軸啦 但他段落感好像 相比普通茶軸稍微提前了一點點 不過他沒有提前觸底啦 所以過段落之後大概還有一半的是線性漸層 相比金紅軸,金草軸他會有更明顯的彈片音 然後也沒什麼彈簧音啊 拆開 彈簧我量起來是15毫米的普通彈簧 然後摸起來有點油油的,不知道他是不是泡過細油 像我自己 也潤過彈簧 整個彈簧拿到細油去泡他再拿出來,其實也不太會滴啦 這就是摸起來會油油的 軸心跟小角都有明顯的潤滑痕跡 不過倒鬼他是只有 倒鬼的底部一點點有潤滑的痕跡 會不會金紅軸的倒鬼照理說也是不會潤的啊 只是因為在 在潤這一邊的 這兩邊的時候啊 他可能因為是毛刷 就是往上潤潤到一點點 如果是手工潤的話有可能有時候你抹過多了就跑到 整個倒鬼上 所以我的金銅才會有 變成一顆 不是 單邊有潤另一邊沒有潤這種情況 可能正常流程上是不會潤的吧 但是真的沒有潤滑痕正常流程 沒有潤滑痕 但是還是可以進去 不是 那邊 有潤滑痕 那邊 那個